字幕志愿者 mathematical Europa 作曲 – 4 funniest女 regiment 到这次凌晨的回荡 8点30 14个早上 看来又是一模仿仗 每天生活都一样 或许这样子最棒 不想要太过晃躺 只想要简单地过 这一生事物的梦想 突然而来的声音 听起来是个少女 刚开始以为唤听 没想到不断持续 拜托你的最新鲸 每天重复的言语 已经321个不可以听听 看来是需要有点反应的事吧 我站起来我甚至离开了床 对着天空没错 就是声音发唇 你伸起我的手 用力的鼻子过的宗旨 我才不是他才的俑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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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我重复即变难 我已经说过我不是他才的俑泽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不断地干扰我的生活啊 他说这个世界应该也没有 魔王这种东西了吧 既然没有王 那俑泽干嘛呢 而且哪里有卖俑泽 保险啊 是无奸吗 还是要去连语去买 到底要去哪里买 基本朋友当然可不可以告诉我啊 现在为你炸破一则 快爆的消息 突然有位少年资产魔王 占领世界各地 非常可怕 请各位请不必小心 现在这大家就要蓄附 在这个魔王底下楼 叮咚 请问有人在家吗 这是你的快递先生 请你牵手一下 挖的这个长路怎么好像有点可怕 该不会 该不会真的是哪个吧 没想到真的寄来一把俑泽宝剑 还有个少年自称魔王 到处去占领之间 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子嘞 怎么好像我说什么 不可能什么就发生了嘞 我才不是他才的俑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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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过真诚的生活 我才不是他才的俑泽 我才不是他才的俑泽 可不可以 拜托你不要再来烦我 呀 叮咚 这种时候怎么会有人在按电铃的 该不会是什么奇怪的包裹吧 去看一下好了 诶 是个美女 什么 你要跟勇者大人一起旅行 哈哈 我就是勇者大人